這都在釐清你的那個觀念 真正的台灣地位 好 來 我們繼續來上課 剛才說 蔣介石 開始在煩惱 要把關照起來 因為他的軍隊實在是 煩惱 還在那邊打手而已 打頭而已 真的不要做兵 來這裡在詐取資源 所以美國要把它拐回去 開始煩惱 這個時候出現了一個女人 這個女人 真的是中華民國的救星 但是是台灣人苦難的源頭 這個人叫做宋美琳 答對了 宋美琳演技很厲害 他就挺身而出 好 我們人要 他就跟我們走到美國 跟那些 美國那些羅斯湖 杜魯門 那些 那些官員都在那邊 聽說 還犧牲了色相 你知道他意思嗎 你就讓我們老公流下來 真的我們沒落去 中國已經沒落去 共產黨在等我們 如果人家冬天我們就去用台頭 我們要拿去保護台灣島 我們絕對有那麼多 敵黨共產黨 侵略台灣 你就讓我們住這會 讓我們老公在這裡 我們要拿去保護台灣 不然你現在也 沒有那麼多人手 就說這條 你知道嗎 你會想說 楊老師你真的學不學 我說 跟台灣的書 我看了很多 兩年多前 我認識台灣民政務之後 我當年開始去敲 只要跟台灣有關的律書 我都去敲 不管什麼人死 後面那堆 那堆 那堆 那堆擠了 他我都買了 後來還有很多 我已經買到自己都不會看 那裡都有寫到 我想不到 宋美麟對他們 好到這種程度 可能啦 可能啦 我們台灣就不知道是怎樣 我們這些人可能累事 可能我欠蔣介石 跟宋美麟的樣子 都要很大沼塔 真正的 好來 這是蔣經國的全集 你如果可以自己演 這真正的 其實先看看 上一位講師 溫成智 他有說 原子彈本來要丟一顆 在台灣 在新竹 講真的啦 我還真希望原子彈丟一顆下來 那一顆如果打在台灣 多好 三十年就好了 日本兩顆丸子彈 三十年之後恢復正常 台灣沒有丟原子彈 不過台灣丟了一顆石頭 叫做什麼石 蔣介石 七十年 還阿滴阿滴的 你是要選三十年還是要選七十年 我當然選三十年 最好 原子彈來打人 好啦 夾一顆蔣介石 真的會分掉 好來看一下 1946年 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 中國 回應台灣行政長官稱的要求 說 違反國際法 會議團 中華民國 國籍 他說 我們看中華民國的公文 他說什麼 查台灣人民 原本就是我國的國民 原本就是我國的國民 因為受到敵人 日本人侵略 導致喪失國籍 現在國土崇光 原來我們我國國籍的人民 從民國三十四年之後 關乎解 開始 一律 恢復我國國籍 你看 訊號 01297 你看 從這個地方就看出來 我們是中國人 沒錯了 各位 什麼叫恢復 我問你 什麼叫恢復 原本有 後來喪失 現在又回來 叫恢復對不對 我請問一下 請問中華民國的所有行政長官官員 高砂族 什麼時候被你們 中國人統治過 高砂族什麼時候被大清帝國統治過 高砂族什麼時候領過你大清帝國的公民身份證 高砂族什麼時候領過你中華民國的身份證 公民身份證 都沒有領過 為什麼叫原來是我國國民要恢復 我都沒有領過怎麼恢復 所以各位 你如果是高砂族的 你不可以領 恢復 我就不是 我怎麼就恢復 所以 我就說 我們這些做官都黑白頭 我什麼都沒有 你怎麼會分 你怎麼會分 這樣 這樣 光這個我們就說 你就不中了 我們就 我們原本就不是你們中國人 我們就不用恢復國籍 有時候你認真了解他們講的內容 你就覺得真的是錯誤白出 來 台灣著名的日本國籍身份 實際上 也不是以中華民國頒布的 然後叫什麼私校 我們看一下 以前是日本國籍 他說因為有日本國籍 但是因為 1946年這個 頒布之後 這個 01297號 然後再加上這個 日華台北條的 我們就變成 中華民國國籍 本來是日本國籍 為什麼變成這個 是這樣子 但實際上 這是權宜 等一下會再解釋 回想一下外國人 以色列 以色列佔領加薩走 以色列 到最後也是要偷偷出來 以色列也可以講 自古以來 這加薩走人 這就我們 兩千多年前 我們的祖先就在那裡生團 我們現在佔倒回來 為什麼不行 對啊 為什麼又被刮走去 摸著鼻子走了 那你中華民國 更沒有擁有台灣 你該走了 真的 來 1950年 對我們 再來看這個更好笑 1950年11月 中國武修全 不要聽過武修全 到聯合國 去高分輩暢 暢談 暢談什麼東西 知道嗎 因為那時候 這個 究竟我們合約還沒簽 快要簽而已 開始說 台灣第二位定論 先要放風聲 每人到時候 簽了之後 中國人版談 台灣第二位定論 台灣不是中華民國的 台灣不是中國的 這不是台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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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不是台灣的中華民國 中國 台大一名 無修全 他就去聯合國 高分輩暢談 他說 台灣自古以來 就是中國的 因為有以下原因 點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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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說說兩點鐘 聯合國說 好 你如果說當然你們的 不然你 給你一個機會 你去聯合國講 拿一些證據出來 那講得通的話 我們就聽你的 講到兩個小時 看結果 11月 月底就叫我們聯合國否決 美國侵略 他說否決 因為有時候中國人 他說美國侵略中國 美國侵略朝鮮 所以什麼 開羅先驗不準 就在說這個 至此 中國不屬於 台灣不屬於中國 他說 強否決掉 真的否決 就說 不是你們 中國當然不爽 聯合國說 好沒關係 如果你覺得 我們聯合國的判決 台灣不屬於中國 你們中國人不能接受 那你們再回去找資料 我們願意給你一次機會 你再來暢談 你知道嗎 1950年就回去找資料 找到現在 2014年 都沒有再去了 那所以 台灣是中國的嗎 不是 那為什麼沒有去的 因為你蓋起 山鄉佛月 你蓋起都說 都說 古早怎樣 曾經古書 有寫到 柳球 小柳球 這就是傳說中的台灣 你被他打去 你 隨便寫一下 傳說中台灣 台灣就你們 怎麼奇怪 你們有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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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地 有在那裡 什麼都沒有 台灣就是你們的 點點點就講一些感情的話 所以會被我們否決 那現在我們不敢去講 你就知道台灣是誰的 好 來 現在說一下日華台北條約 日華台北條約 馬英雄也這樣說 根據日華台北條約 台灣 回歸祖國 中華民國 因為有台灣主權 真的有信 來 先看一下 1952年 這檔子 舊金山合約已經簽了 但是還沒生效 兩個月談判 三次會議 十八次非正式 很認真 在說這件事 你看 台北賓館 一大堆人 我們到場管理 1952年 流亡的中華民國 真的有 依照這個 26條規定 跟日本簽 台北條約 但是這個條約的內容 我們認真來看 外條約來看 其實現在網路很發達 你可以上網 台北條約合約 然後就開始搜尋 然後就一堆東西就出來了 真的沒有找到 廢除馬關條約 這一件事情 各位 中華民國官員 你如果說台灣是你的 你已經鎮壓日本了 你覺得馬關條約 因為馬關條約 中國喪失了台灣土地 好啊 那日華台北條約 這麼寫寫的就好了 就加簽這一條 對不對 廢除馬關條約就好了 這不是更有利嗎 白紙寫黑字 大家來簽名 對不對 公正一下 第三者也沒有話說 如果說 你如果說 台灣是你的 你 蔣介石也廢除不平等條約 你不要穿著寫寫就好了 為什麼不寫 是不是 所以你 我挑的就要跌了 還可以用 而且 舊金山合約21條 已經把中國該得到的好處 都已經講完了 也沒有記載說 台灣是你的 澎湖是你的 澎湖是你的 誰看出來是台灣是你的 我都傻不 所以我都說他們 他們的官員都是怎樣 拿真正的這個證據給你看 然後最後給你什麼 黑龍洗頭 給你講錯誤的結論 你怎麼氣死的 來 葉光超 和和田去簽的 兩個簽的 這有限制 舊金山合約第26條 限制 日本政府可以單獨 跟其他國家簽約 你如果說 舊金山條的 有遺漏 不完美 你可以另外簽 沒關係 不過 不能超過 不能超過舊金山合約的範圍 來 日華台北條的第二條 你看看 承認依照公元1951年9月8號 舊金山條的 第二條 日本國已經放棄對台灣朋友 right title clang 說這些 他們就說 從這裡就看出來 中華民國擁有台灣主權 對 從這裡看不出來 馬關條的還記得嗎 我剛才有兩年來講 擱浪 那兩年擱浪 把這個話就打死了 你這裡沒擱浪了 掛出去 還要掛回來 你這裡也沒什麼擱浪 這怎麼看得出來 頂多只是看出來說 放棄這些 主權的什麼 權利而已 就是說 我 我 譚船 聽聞有 比較聽說 有 有 戶 休息是給你使用而已 不代表你有使用權 所有的土地就是你的 我來做一間房子 裡面的東西我都可以使用 這間房子就我的 絕對不用那回事 所以搞清楚 中國人的邏輯是很奇怪的 裡面有第三條看一下 日本國跟國民 在台灣跟澎湖財產 以及什麼台灣澎湖的 中華民國當局跟居民所要求的 這裡有一個比較奇怪的地方 中華民國當局跟居民 這裡有一個日本國的國民 這個居民跟國民 出現在同一個地方 請問一下居民跟國民會不會一樣 應該是不一樣的 這裡會認真來看一下 國民跟居民的區別 所以台灣住民如果是認為 是中華民國的國民 其實是不對的 我們在這裡 我們是日本國的國民 他們要走來 叫什麼 台灣中華民國來這邊的居民 來 第十條 就本條約而言 中華民國國民 應認為 哪些人應該把他認為是中華民國國民 就是依照中華民國台灣澎湖 所實施或將來可能實施的法律規章 實施之後 然後具有中國國籍的 台灣跟澎湖的居民 還有之前的這些居民跟後代 都一律先視為中華民國國民 因為你要進來統治 方便管理 先認為你們是國民 所以我們可以拿公民身分證嗎 絕對不行 我們只是勉強被人家當作是國民而已 為什麼要勉強當國民 因為我們的大日本帝國已經放棄我們了 我們變成無國籍的 那每個人都要有國籍 那至少說那就先暫時好了 在哪裡在這裡 英文版的也是 所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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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視為 看成是 當作是 看成是 當作是 應該是怎麼 那 並不是怎樣 應該是類似有點四捨五路 0.9當成1好了 那0.9跟1有一樣嗎 絕對不一樣 所以我們是勉強讓人當成中華民國國民 所以你要拿公民證 他哪有可能讓你公民證 再來第11條 有提到說 這個台北條的 除了本約跟他補充文件另有規定之外 那麼 凡是中華民國跟日本國之間 什麼因為戰爭狀態存在的結果 而引起的其他問題 都要按照什麼 舊金山合約 所以 你 你中華民國 你也可以怎麼說 什麼 日華台北條約 已經把台灣怎麼樣了 那先問問 舊金山合約有寫嗎 舊金山合約如果沒有寫 日華台約 日華台北條約怎麼寫 都沒有 日華台北條約如果說 真的割讓台灣也沒有用 因為超出 舊金山合約 第11條 明倫記載 第12條 中日合約若有任何爭議 要以太平洋戰區的觀點 請問台灣 台灣是中國戰區還是太平洋戰區 太平洋戰區 台灣如果是你 中國的 你就歸納為中國戰區了 你問中華民國 他說 對 我們中國戰區 台灣是中國戰區 騙人 12條你嚇到不是戰區 他說是太平洋戰區 所以 因為台灣是太平洋戰區 所以 中華民國二次大戰 第一次投降 要接受受降典禮的時候 南京那邊也有受降典禮 台北這邊也有受降典禮 是怎麼分開 這就不一樣 這是中國戰區 這是太平洋戰區 台灣是太平洋戰區 就是因為台灣是太平洋戰區 所以 不知道受什麼 麥克阿瑟管轄 是不是這個意思 對不對 如果台灣不是太平洋戰區 我跟你講 中國戰區 還有一個人 叫魏德邁 太平洋戰區是麥克阿瑟 中國戰區是魏德邁 所以 我們什麼人管 我們不是中國戰區管 所以我們是太平洋戰區 沒有騙你 這裡又寫了 12條又寫了 改了一遍 台灣民政府 不是為何人 不是跟你講感情的 我拿證據給你看 來 太平洋戰區你自己看 等一下 中國還有一些點點點的 也是屬於太平洋戰區 因為這些外國以前 什麼管轄地 什麼 比如說香港 澳門那種 租地 好來 1952年 ROC夜公超 來 我們再看看 夜公超 剛才有說過 簽台北合約 那個人 叫夜公超 夜公超 跌1952年 跌台北 立法院解釋 台北合約第四條 有些立法院去問他 現在簽完之後 立法院有一些問題 問一下 他說什麼 舊金山合約 並沒有規定把這些島嶼 還給中國 有沒有 你們自己講的 是不是你們課問答案騙 現在 69年來 你們都說 歸還中華民國的 為什麼要欺騙台灣人 你們中國人 對中國人就講 沒有規還 所以我們身分證 去用做紀合 是正常的 身分證做紀合 你知道嗎 跌右上角 背面右上角 就是透明的條碼 透明的號碼 看有 中華民國沒有台灣主權 立法委員就難問了 不然現在 台灣跟澎湖 是什麼地位 一光超 他說事實上這兩個地方 是我們在控制沒錯 但是微妙的國際形勢 它不是我們的 日本沒有把權力 沒有權力 把台灣朋友 轉交給我們 日本沒有權力 奇怪 這不是日本的土地 誰啊日本沒有權力 為什麼 因為打輸了 日本天皇的權力 強調起來 現在權力落在 美國人的手上 所以日本天皇沒有辦法說話 找美國 找美國 美國也沒有把台灣朋友 移轉給中華民國 聽得懂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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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人自己說的 再來 那後來 日本跟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 這大家知道 那簽訂了這個 建交聯合公報 同時 就跟中華民國斷交 這是正常的嘛 一個國家不可能會有兩個政府嘛 你哪有跟兩個政府 同時建交的事情 對不對 你只能取一個嘛 所以跟中共建交 自然就要跟中華民國斷交嘛 那日本的外相 大憑正方的共和國 日本政府的見解是 作為日中邦交正常化結果 那麼 日華台北條約已經失去 已經失效了 我跟妳另外一個政權 建交之後 我就跟妳斷交了 我跟妳的條約 自然就失效了 因為妳有繼承人 妳的繼承人就說的話是正確 對不對 我以前跟你簽這個土地 要叫這個土地已經換人去了 我要找誰 我找繼承人 我換了房東了對不對 我跟妳租這一棟房子 要換了房東 我讓妳找新房東 我怎麼可能找舊房東 馬英九發表了一項 只需烏有的幼稚聲明 只需烏有幼稚聲明 我來體驗 我認為這些是很好笑的 我自己加的 他說 在締造中日條約的時候 不但確認了戰爭的終結 也確認了把台灣主權轉移 沒有 我沒有看到 我沒有看到領土的歌浪條文寫在哪裡 什麼時候寫的歌浪 台灣澎湖群島 我沒有看到 我只看到 把台灣人 暫時視為中華民國國民 我只看到 日華台北條約不能超越舊金山合約 我只看到舊金山合約 美國是主要佔領全國 我幾頭看得到 我沒有看到中華民國 當時 關乎國土 你們自己也說 你們不是關乎國土 為什麼騙大家 說你們關乎國土 2009年5月1號 日本交流協會 接栽藤證書 這個當時有新聞 他在嘉義中正大學演講 日本簽署舊金山合約的聲明中 只放棄台灣朋友主權 簽署舊金山條約之後 沒有任何對台灣地位發表立場的言論 也就是說台灣主權還是未定 209 馬英九 就開始派聲勢了 中國人就開始派聲勢了 中國立法委員就開始跳出來了 怎樣 來講台灣關係法 其實台灣關係法 對本土台灣人其實是沒有什麼幫助 反而是流亡難民比較有用 台灣人要找回真正的國籍 你應該去找美國 只有監護人才能替台灣人找回母國 我們的結論是這樣 所以我們一起去跟美國做連結 跟美國軍事政府做連結 台灣民政文的頂頭上司是美國軍事政府 而不是日本天皇 至少目前不是要找日本天皇 第一個解應該是先找美國 台灣關係法 那台灣關係法裡面 就扯到一個叫AIT的 AIT大家知道 美國在台協會 你如果要美國留學 旅遊 都要去AIT 那AIT 來 這個陳水扁有曾經講過一句話 大家來看看 在我任期內 我曾多次接受AIT主席指示行事 即使這個指示影響到總統決策 我都要壽命照辦 你的感想是怎樣 什麼 中華民國總統要給AIT灌喔 對啊 不可以還得要乖乖辦理喔 不能抗拒喔 這代表什麼 中華民國真的是美國軍 中華民國最怕美國 AIT是什麼東西 AIT是美國的民間組織耶 美國政府授權給這個民間組織 你到台灣幫我處理一下 台灣的一些事務 叫民間組織處理一下台灣事務 為什麼 因為中華民國不是國家嘛 國家就跟國家平等地位的對待 你怎麼可以叫我這個美國 去跟你這個不是國家的 在那裡搞三年式的 幫你當成正式國家 我會去找找耶 聽懂嗎 所以找一個民間組織來 中華民國也是民間組織啦 聽懂嗎 中華民國民間組織啦 台灣關係法 有人說台灣關係法是美國國內法 你不要聽過 奇怪 美國國內法 我們怎麼是美國國內法 來看一下 真的有什麼 來 台灣關係法是眾議院 1979年 33票贊成 50票反對 38人缺席 眾議院 再來參議院 一樣參議院 隔天 85票贊成 你看 台灣關係法通過 奇怪 台灣關係法 如果是國跟國之間的條約 不需要眾議院跟參議院 眾議院跟參議院是負責國內的事務 就像說台灣的立法院 負責台灣立法 各種相關法令 有立法院 國跟國之間外交關係 哪有可能有在立法院 就像說立法院一樣 台灣關係法 竟然是這些 美國這些議員 投票決定的 你說不是國內法 不是什麼法 這代表什麼東西 中華民國不是國家 這很清楚 然後卡特總統又簽署 正式變成美國國內的法律 有關美國國內事務 都是國會議員來決定 台灣的事情 就是美國的國內事務 台灣的事情 對美國來講 是美國的國內事務 而不是什麼 國跟國之間的國際關係 外交關係 不對 外交關係 是美國總統來實施 叫沒有 你說叫人家議員 去投票就好了 好來 政策的判定跟聲明 看一下第二條 台灣關係法第二條 美國總統已經中止 美國和台灣當局 之間的政府關係 台灣當局 1979年 一月一月之前 美國承認叫中華民國 1979年之前 承認你是中華民國 那之後 你叫台灣自理當局 所以中華民國 真的已經亡國了 他在外面怎麼說 他是中華民國 他在說他什麼 像是台北而已 你什麼人一天到晚 抱著中華民國的 大腿不放 就你們這本土台灣人 你們出民隔壁 一些小朋友 一些運動選手 那些外國 那得獎的時候 都怎麼樣 國旗就殺出來 我們來自台灣 分你 那流亡期 你這個舉動代表什麼 我們台灣人願意接受 中華民國管制 你繼續來統治我們台灣 我們被這個 外國政府統治得很高興 你來向全世界宣佈 繼續統治 你怎麼會對 你如果出於台灣 拿這種中華民國國旗 拜託好不好 叫他手手起來 就要創作戲 你還要人工夫妻 真的是 看這裡 重點在這裡 台灣自理當局 這怎麼會這 這怎麼會複數 而且是紅台灣 怎麼會是紅台灣 這外來政權 那 複數有什麼意思 台灣可以很多個自理當局 也可以有繼承者的意思 所以我們中華民國管也可以 你聽清楚 台灣關係法有寫 而且 你也不得違反美國 對人權關切 所以我們約過 那這個有一個地方 然後支持 重申維護 促進所有 台灣人民的人權 是美國人的目標 你看這下什麼 我哥 people on Taiwan 這裡我們本來下 people on Taiwan people on Taiwan 什麼意思 這有一個居民 of Taiwan居民 台灣居民 這有一個people on Taiwan 這什麼on Taiwan 這什麼of Taiwan on Taiwan什麼意思 只要在台灣的所有人 管理師是本魯台灣人 你流行政府也沒關係 你外人也沒關係 通通叫什麼on Taiwan 歐台灣是什麼 正如剛才本魯台灣人 所以這已經保護到什麼 那些流行難民 所以讓他們可以怎樣 合法的繼續留在台灣島 好 那這下一個 美國在台協會 就用台灣關係法 我都截錄 因為我們時間有限 美國在台協會是個 非盈利的法人 非政府機構 這不是我學會講的 台灣關係法 跟他寫的 非政府機構 非政府機構 奇怪 你們中華民國 一直到我們去找AIT 你就默認 你不是國家 對不對 你中華民國都默認 你不是國家 好嗎 來 第十五條 1979年1月以前前任 台灣治理當局 以及任何接替的治理當局 他可以讓我們繼承 他哪一天 哪一天 ECFA簽了之後 他就算回去 要找一個繼承人 那我們台灣民政務 是不是繼承人 錯 不過 我們不是要繼承 中華民國 你不要亂說 我們沒有繼承 中華民國 他根本就是非法的東西 我們怎麼繼承他 他是要交還給美國軍事政府 美國軍事人再交給我們 不是直接跟他要的 拜託 不是繼承 不是直接繼承 我家有誰 繼承者 台灣不屬於中國的 你看一下 ROC的國籍法 1929年 1929年 民國18年 還沒來台灣 當時的國籍法 就沒有包含台灣跟澎湖 中華民國憲法 裡面也沒有寫台灣澎湖 國籍法也沒有寫台灣澎湖 那現在怎麼說有台灣澎湖 來 再看看 2000年 重新修訂國籍法 還是沒有把台灣人 納入 你不相信 你說中華民國 擁有台灣主權 我們這些人是怎麼 不是中華民國的公民 是怎麼 你都沒有白紙寫黑字 就塗就好了 看到沒有 我們都不知道 怎麼說六歲 人家做兵 中華民國 來 看看 中華民國的憲法 等一下看一個過程 憲法實施 當時的固有僵域 1947年 沒有講台灣 後來動員開亂 動員開亂 動員開亂時期 又稍微修了一下 然後台灣十四紀元 又修了一下 然後最後又1991年 1991年 1991年就是什麼 那個 蔣經國已經撈起來了 李登輝 陳水扁的時代 又七次憲法徵修 我跟你說 七次的憲法徵修 有誰 台灣澎湖 已經回歸祖國沒有 沒誰 中華民國 也很久 你如果 你哪有種 你就寫 中華民國 已經擁有 台灣主權 你就嚇到你的憲法 裡面給我看 我就承認 不敢寫 國公已經和解了 國公已經和解了 你們可以回家了 簡單回顧一下 我們時間有限 我們不做這個動作 你自己看 最後要做結論 結論完之後 還有十分鐘要考試 潛於濟窮 你說 中華民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 你講的那些 合約條約宣言 我在這兩天 都要留一遍 我真的看不到 台灣澎湖 已經回歸你中華民國的祖國 回歸中國祖國 我真的看不到 你還有什麼證據 請你拿出來 千里巨窮 不怪去聯合國 1950年去 到現在 還拿不出任何新證據 去聯合國 說自古以來 台灣是中國的 拿不出來 他并沒有練 來 開西科學 考試件很趣 這等一下沒有要回收的 沒有要回收 你就拿回去做紀念的 你的答案 最好是不要寫下去 為什麼 你寫在另外一張紙 把這一張考卷拿回去 出名頭部 家裡的親朋好友 給你瞎看看 答案 絕對 差不多 都是錯的 都是錯的答案 來看一下 由於本土台灣人的祖先 從來未曾在台灣領土 建構一個 統一台灣的主權國家 這沒錯 因此一旦外來的統治者 統治因素消滅 台灣著名就會恢復成 無國籍狀態 我們很疲愛 400年來 沒有一個真正 本土台灣人 統治全台灣 台灣人又搞過革命 最後都失敗 阿母王 朱一貴 林爽文 戴朝春 延時期 現在哩哩哩哩哩 其實告訴你這些人 很多都是什麼 中國勞工 其實那也都是本土人 來 對錯 錯 錯 來看來答案 對啦 怎麼錯 你們來三天兩夜 不是說我們已經無國籍嗎 美國法院不是判定我們台灣人無國籍嗎 怎麼會錯咧 對 對 那我們是沒有日本國籍的日本人 其實我們的母國是日本國嘛對不對 可是我們 因為二次大戰打敗之後 我們已經 脫離 暫時脫離母國 所以我們就變無國籍 中華民國只是來什麼 來代管 所以暫時視為國民 所以我們拿國民身分證 但因為世界人權宣言有講 大家都要有國籍嘛 好啦好啦 檢視啦檢視啦 中華民國我們贏啦 其實都也是美國 美國要在後面支持 支持中華民國 我們都如何奈何 好來 同盟國的這個流氓政府 是根據開羅宣言 波子坦宣言 日華台北合約 然後可以在日本的這個台灣島啊 駐軍啊 治於台灣 請問這個對嗎 馬英九也這樣說啊 根據這些啊 所以擁有台灣主權啊 那我們這一題是說 可以治於台灣啊 這樣對不對 對 錯為什麼錯 對就不用解釋啦 錯為什麼錯 厲害喔 錯 為什麼錯 麥克阿瑟答對了 一號命令 然後再加上這個 舊軍團條約 以代理美軍來佔領 再加上這個台灣關係法 讓他繼續佔領 疲死 所以各位 台灣人要走的路 真的還很長遠 各位我們都有責任 回去好好講 跟初平台會講一下 好不好 來換填充題 不要拿填充題 美國 美國常常用一個中國政策 還有他的三個公報 什麼上海公報 建交公報 有沒有 817公報 然後台灣關係法 解釋所有台灣跟美國發生的一些台灣問題 我們如果找美國解釋 台灣的地位怎麼樣 他就跟你講這些 講完之後還是沒答案 請問他漏掉什麼東西 不簡單 沒答案 沒錯 舊軍三條約 他漏掉了 他不敢說這個 為什麼 因為如果你講了對不對 網路上一查 你美國主要佔領全國 你找中華民國來幹什麼 他真的就很頭痛 來問一下 台灣是誰的 有人說 中華民國對不對 固有領土 不然也中國有領土 神聖不可分割領土 你如果去 中國大陸去問 神聖不可分割領土 對不對 可是也有人講說 你如果問本土台灣人 你如果問一些民進黨的 像台灣國 當然也我們台灣人的 對不對 台灣人的 還要誰的 不過你想想看 舊軍三和平條 日本放棄台灣主權 台灣不是已經 無主地了 外面很多人也這樣講 台灣第二位定 日本放棄的 所謂台灣無主地 台灣島沒有人的 沒有人的 誰當頭 就是誰的 來一二三四 算一下 沒有啦 一二三四 算一下 四喔 是喔 三喔 一喔 有人說一二 說一二 不可能 你問那流亡難民 可能講一二 應該是三喔 是喔 來 告訴你答案 一二錯 三 也錯 四 還是錯 那是無人的 怎麼是無人的 這塊地是有人的啦 日本天皇的啦 對 我們就是說 因為 舊軍三條的 那種選了 所以 以上皆非啦 答案以上皆非啦 知道嗎 這條答案是以上皆非啦 那換一下換一下 那國籍好了啦 我們到底是誰 問一下國籍好了啦 中華民國 身分證就知道了 有人說不是啦 中華民國翹起了 你不記得 說整個字幕 現在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啦 不是 我們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 因為我們的祖先 唐山郭台灣 你高砂族要怎樣 你有沒有想過高砂族 蔣金國 馬英九 蔣金國晚年在翹起的時候 我也是台灣人 我在台灣住了這麼久了 然後宋楚瑜選總統說 我要喝台灣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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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吃台灣米大 我也是台灣人 然後馬英九2011年要選總統說 我愛台灣 燒成會都是台灣人 這口噢噁心 燒成會都是台灣人 來 選一個 1 2 3 選一個 聰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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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皆非啦 哪有什麼三的 什麼台灣人又中國人 哪有用人呢 錯啦 我們什麼國籍 無國籍啦 沒有國籍的日本人 沒有日本國籍的日本人 來 我們這三天 有講到這個憲法的問題 中華民國憲法 大日本帝國憲法 大清帝國毛憲法 來 問一個問題 只要在統治的領土上實施憲法 就是神聖國土 你同意嗎 你們大家說 你們日本人 在台灣實施憲法 你們台灣島就是日本人 中華民國也實施憲法 在台灣 大清帝國也實施憲法 這對 這應該是錯啦 你前提是說 這個塊土地的地位 是在哪裡 是殖民地 還是國土 對不對 你要搞清楚 所以這個錯喔 不是喔 對 好來 問一個問題 那 1887年 台灣建神 知道嗎 喔 台灣建神 我就是說 哇 台灣島已經都變大清帝國了 這不是啦 就三分之一 那澎湖屬於台灣 台南府 派官兵駐守台澎 也有實施大清的憲法 憲法 我們都那個 大清帝國冠 所以是 清國的神聖國土 對不對 錯 對 錯 因為什麼 那是殖民地而已 他只統治什麼 三分之一的什麼 領土而已 他去那裡抽稅 他其實主要來這裡幹嘛 抽稅 榨取資源 對不對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 其實沒有 平埔族跟中國人 如果有官司 一定是什麼 平埔族敗訴 中國人勝訴 所以要求 你們平埔族 趕快來這邊 規劃變成中國人 然後用中國姓氏 那將來 就給你什麼福利 他的平埔族都沒辦法 共壓炸 有的規劃去 其實 我們沒有享有他 一律平等的法律跟憲法 所以我們是神聖國土 來 最後結論 按照這個戰爭法 我們應該要跟美國 要求美國怎麼樣 我們想三天要回家 按照戰爭法 我們要求美國必須進到什麼 這是什麼 贊領不得意 說得簡單 四例就好了 贊領的義務 對 你如果我們贊領 你要做得好 你不要辦法 讓中國民國在那 賺錢 然後 然後 也要求日本 你要按照萬國公法 日本必須要進到什麼 這個是 這個是 這個是贊領義務 這是什麼 主權權利 你的權利在哪裡 你不能讓你的權利睡著 對不對 台灣人在水生火候之中 台灣 台灣有 快要 快要被中華民國帶走了 你怎麼不出來發一聲的 在這裡 贊領義務主權 主權的權利 義務 最後就是我們趕快結束流亡政府 來 最後 台灣最終的地位 我們應該要朝向 大概兩個方向 什麼方向 我們最終地位是日暑美戰 日暑美戰是目前的暫時地位 目前的地位是日暑美戰 最終的地位應該是 我們朝向是什麼 一個自治區 我們可能跟日本 日本政府變什麼 一個聯邦 聯邦 聯邦政府 他們的法律跟我們的法律 是沒有互通的 各管各的 但是都叫日本 英國 澳洲 加拿大 聯邦 comment with 當然也有可能 最後有沒有可能回歸日本 變日本的什麼 一個島 一個神 這可能 可能我們這輩子是看不到 我們這世人可能看到就是 自治比較快 獨立 不是獨立 就是自主 自治 那跟日本是一個聯邦國 聯邦政府 如果要真的 完全獨立脫離日本國 我相信是 這一兩百年應該是不可能 除非日本憲法修改 好 這顆到這裡 十二點了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各位同情 我們下口休息 餐廳要吃飯